副首相兼公正党顾问 拿督斯里旺阿兹沙 今天在大会总结环节中 敦促所有的蓝眼党员 特别是最高领导层 必须团结一致 为了国人的福祉奋斗 而不是对自己的同僚 发起唇枪舌战 而备受瞩目的党主席总结 拿督斯里安华则是向党代表喊话 指自己以后将会更加的严厉 对付党内的批评者 而至于阿兹敏是否会被对付 安华表示 基于党内领袖无人同意 因此目前不存在 开除阿兹敏的问题 随着公正党树立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和支持者 集体缺席最后一天的 公正党代表大会 党员们引谨成判老大和老二 世纪大和解的幻想也随之破灭 公正党顾问兼副首相 拿督斯里旺阿兹沙 今天敦促所有党员 重新建立团体默契 恢复烈火莫西的斗争理念 他语重心长地表示 每位党员特别是最高领导层 都应该为人民的福祉而奋斗 而不是向自己的同僚 展开唇枪舍战 接着党主席拿督斯里阿华也在代表大会总结环节中 向所有党代表喊话 指自己接下来对党内的批评者将采取更严厉的态度 平平缺席党政治局会议 还多次公然挑战党主席的熟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成了辩论环节中的建法 不少党代表也促请中央开除阿兹敏 但安华则认为邮件与党领导层无人同意 因此目前不存在开除阿兹敏的问题 另外安华也表示 今天出席党代表大会的党员人数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八十 对他来说已经足够 针对阿兹敏缺席今天的大会 安华就回应 共争党是一个民主开放的政党 他可以接受每一个党员的反对声浪 NDP7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